陳慧嫻明年一月底 將會第六度搭上紅館開Show 慶祝出道40周年 PRISCELLA透露 今次除了會唱大家熟悉的歌 也會有未在演唱會唱過的歌 尾段更可能會有點光環節 至於嘉賓方面 PRISCELLA就覺得 往年都是找些 跟自己差不多年代的歌手 今次想搞搞新意思 跟那些少鮮肉歌手合作下 我喜歡Jeffrey 因為Jeffrey 我覺得他真的很英俊 其實Edan我也喜歡 我將會跟一個年輕的男生 合作MV中的客串 他有一首新歌 我希望演唱會 他們可以過來一起玩 先買個關子 大家猜猜一下 因為張敬軒也說想當你的嘉賓 他還屬不屬於少鮮肉 熊烈呢 對於我來說他是的 哈哈哈哈 是啊 因為起碼他的樣子還是挺少鮮肉的 在他澳門的演唱會 現在他長長都在說 我希望可以 因為他從小到大都聽我的歌 所以他希望可以來我演唱會 可以唱歌 我也未曾試過請軒仔做嘉賓 如果他願意的話 當然是最好 大家都喜歡他 接下來很快的 就一隻叫Aga作給我的 是叫陪伴威文填詞的 希望今次Aga都可以來 因為他作了一首歌給我 也希望他可以來 一起幫我做我的嘉賓 對於出道已經40周年 Priscylla都感慨時間過得很快 她都很希望自己到時以最佳狀態見歌迷 所以現在要努力保持肥磅 聽說你要減20磅 對 我覺得現在我120多磅 其實真的很肥 100多磅我覺得上台是最完美的 100多磅 104、106是最完美的 最好看的 所以努力 這是我的希望 結果是否20磅還是10磅 就太多了 看看天氣有多幫我 除了我努力之外 還要一些脂肪聽話